大家好,今天会想一款椒盐烧饼 咸香可口,又酥又香,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中加入300克面粉,少许白糖,搅拌均匀 加入白糖,绕出的颜色会更好看,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加入150毫升温水,搅拌成絮状 搅匀以后,加入15克食用油,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中等软硬的面团,装入保鲜袋中,放一旁备用 再和一个油酥面 盆中加入150克面粉,质量盐,花椒粉,调味 加入75克食用油,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下手搓酥 把油酥面搓至光滑细腻,断成团 将两种面团放入盆中,盖上盖子,饧20分钟 饧面时间到了,先在揉面垫上撒一层干面粉,防粘 取出水面团,拖成长条 变成六个小面积 将所有面积揉圆揉光滑 揉好后,盖上保鲜袋备用 再取出油酥面,同样整理成长条 分成六等分 把它们全部搓圆,搓光滑,备用 取一个水面团,在底部按一个窝 放入油酥面,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包起来 全部包好以后,取最先包好的面积 先用擀面杖轻轻按压,将面积推开 再擀成方形的面片 擀好以后,像视频中这样遮起来 再次擀薄 尽量擀薄一点,这样层次更加丰富 擀好以后,从底部卷起来,卷得紧实一点 接口朝上,先用手按扁 再用食指在中间压一下 然后将面积对折,像视频中这样在中间切上一刀 切好后,将切面展开 先用擀面杖轻轻按压,将面积按平 翻过来,继续按压,再擀薄 再次翻面,向纹理的反方向擀饼 这样层次更加明显 做这个饼,擀饼非常关键 一定要轻擀,避免把层次擀死 电饼称预热,刷一层油 油温低一点,切面朝下,放入饼皮 烙至底部金黄,翻个面 烙至另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烙这个饼,要勤翻面,多烙一回 这样口感更酥 烙至两面金黄熟透,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椒盐油酥烧饼就完成了 看一下,外皮椒黄酥脆,腾腾分明 轻轻一捏就掉渣 咬一口咸香美味,越嚼越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